开罗 由北市国主办每年春季 全台最大规模的传统艺术盛会 台北传统艺术季开罗了 今年呼应台北建成140周年 台北传艺季特别以台北风采为主轴 汇聚各界名家 打造一场包含歌 乐 剧等传统艺术盛宴 今年的传艺季还是会维持的 就是这个多元开放 这样子然后就是在台湾这块就是 很不受各方社会 或是政治压力的干扰下 然后我们国乐团可以很自由的 去安排我们的节目 开幕英文会邀请多次获得 国际大赛集乐奖项的 双子二重奏 简庭任 简庭佑 返台 于北市国一同演出 同场更有女发打击演奏家乌新玄 于北市国集乐首席协重新联手 现演奏曲家关乃中 为近年龙年新创的大型集乐霜协奏曲 国外名家也不少 意大利常号星星彼得斯坦纳 日本京都乐团首席指挥冲泽和家 与中提琴演奏家力川慧 指挥曾丽斌与小提琴家魏敬宜 也会在五月联手国内优秀声乐家 呈现三首震动人心的原住民音乐 亚洲赛系琴园音乐会 更邀请被誉为东方帕格尼尼的 小提琴家吕施青带来梁山伯宇 助音台小提琴协奏曲 另外小巨人司徒乐团 香港竹韵小吉 汉阳北管乐团等国内多个表演团队 也将共襄胜举 致力于让歌仔戏走进儿童族群的 正名龙歌剧团 更要献上王禅鬼点子 压轴6月8号的闭幕音乐会 这是国内京剧音乐大师 宇明爵齐聚一堂 魏海敏、唐文华、朱安利、圣剑、黄诗雅等 要接同金湖演奏家李超 与北市国带来情运新片 展现金剧音乐新风貌 那我非常的荣幸 就是今年也来参加 而且是为了李超老师 这位我们金剧界非常重要的一位琴师 他已经80岁了 那么请他来演奏他的曲子 那我会唱最后一段 就是金锁记的一个唱段 台北传统艺术季从3月9号起到6月8号 展开长达三个月 多达30场次精彩节目 就等大家一起来亲身体验 多元传统艺术中的当代面貌 央广记者洋人祥、张昭伦 台北仓播的